这一节我们开始讲粒子的发射 在particle菜单下面有create emitter和emitter from objects 这两个命令是分开的 但是让它们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在这里一并将它们讲解 create emitter我们先打开选项 我们大致观察一下 这么一些选项 我们再看一下emitter from objects 我们感觉是非常的类似 其实它们是确实它们是相同的东西 唯一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在使用emitter from objects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选择一个物体 才能够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我们不选择物体 而使用emitter from objects 它将弹出一个错误的警告 我们先使用create emitter 我们使用缺省的设置 我们创建一个emitter 创建了emitter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播放 看到从 从这个一个中心点 远远不断地发射出粒子 我们再看hypergraph 从hypergraph中间 我们创建这个 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 create emitter的时候 创建两个目标物体 一个是emitter 还有它的particle 看到一个emitter和particle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点开它 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复杂的联系 我们到 我们到的windows relationship editor 选择particle one particle one emitter 现在我们把它勾选掉 把它去掉 那么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系将被 联系将被取消 此时呢 我们现在当前是在58帧 第58帧的时候 这个粒子呢 仍然好像还有很多 我们回到地零帧的时候 回到初始状态的时候 是没有粒子的 没有粒子的 如果我们播放 没有粒子产生 因为这个粒子回复到最初的零的无粒子状态 然后emitter又和它之间没有关系 那么它将回复到最初的 将没有粒子产生 我们想将它再 再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使用 relationship editor dynamic editor 我们重新把它连接起来 它将又产生作用 在这里有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是emitter和particle 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使用 这个use selected emitter 我们点击这个命令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在relationship editor中间 把它连接起来 但这里只能是说打开的 打断的再连接起来 那么没有一个 没有这菜单中间 没有一个命令 是将它打断的 我们现在又连接了 连接了它这个粒子 又从中间发射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先现在这个状态 当前的这种连接的这个状态 就是粒子当前的这种状态 如果储存下来 储存到它零的状态 比方说我们现在零 它是无粒子的 无粒子的 但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讲过 我们要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粒子呢 想象成为 就理解成为它一开始都有的 只不过是从一个门里头 还没有出来 这个门就是我们这个emitter 没有出来 所以在最粗的状态时候呢 它都收缩在一个 看不见的一个点里面 所以出不来 现在到当前这种状态 我们希望将当前这种状态固定 还原到还原到这个无的这个状态 而是本身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粒子 我们再播放 那么它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之上 继续往前播放 这就是设置它的初始状态 那么这个初始状态 设置它实际上是什么一种含义呢 我们要学习这个particle 要理解这样一些概念 和理解这样一些节点的属性 以后我们了解的越多呢 我们以后到 我们以后在这个制作中间 我们就越灵活 我们对它理解的越深入 我们就越灵活 我们在这中间 我们点击中间 我们的other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开 collection editor 我这样做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用这个collection editor 把这个particle shape的 所有的属性都显示出来 我们到这个属性中间 我们要显示show readable 就是所有的都显示出来 然后show hidden show long cable 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 把所有的都显示出来 其实有一些呢是 把比方 long cable 或者show hidden藏起来了 我们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把它都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我们可以找到 中间有一些 有些特殊的这个属性 这属性我们看到有 position zero velocity zero massive zero 还有particle id zero 这是一些 burst time zero 看这样一些属性呢 它都是以零为结尾的 这样一些属性 那么这些属性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储存 这样一些粒子的初始状态 当我们使用这个 solver initial state 这个命令的时候 那么它就将当前每一个粒子 每一个粒子的一些状态 比方说它的位置 它的加速度 它的速度 它的这个质量 它们就写入这个 写入到这个 属性中 写入到这个 相应的以zero为结尾的 这样一些属性中 那么这是 solver 这是写进去 我们再播放一下 如果我们对刚才的那个 初始状态不满意的话 到这样 我们再次做一个 set for selected 那么呢 这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 将被 将被重新写入 那么当前 比方说 它当前的位置 每个粒子的位置 每个粒子的位置 我们是可以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在 在这里我们是看不见的 在这个属性 边界面板 在这中间我们看不见 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粒子之后 我们使用这个右键 鼠标的右键 我们点击点击particle particle 然后选择一部分的 选择一部分的粒子 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粒子 或者多个粒子 然后我们选择这一个粒子 选择这一个 选择这一个粒子 选择之后 我们使用window generaleditor componenteditor 在这里呢 我们列出有 我们当前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这个粒子呢 是 ID是4 就particle4 它的position 它的x轴的方向 在空间上的这个 这个位置 y在这里 z在这里 它的速度是多少 xyz 三个方向的速度是多少 它的这个质量 mass多少 它的level span 是多少 在这我们可以改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 0 z改成0 你看 这样我们就把它xy xy和改成0 它的z呢 z的方向的 有个负质 我们可以看到 它到了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希望 现在 我们讲过说这里是把 初始状态 回复过来 回复过来 那么这里呢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命令 就是说 又把它 把这个初始状态 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命令的反向命令 我们没有 没有 整个 这中间都没有 那我们要想 现在呢 这个历史 这个初始状态 我们对 对我们设置的 这个初始状态 是不满意的 我希望去掉 我们这个初始状态 那么Maya 不提供这个命令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有 如果我们手工做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选择 所有的例子 选择所有的例子 然后component editor 我们把它的position 设为0 哇 设为0 position 设为0 设为0 这个velocity呢 我们暂时不能够去修改它 我们做了这三个之后呢 它 它所有的例子呢 它是已经发射出来了 它们到 它们到了这个世界坐标的 远点的位置 好像这个就是初始状态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的 像我们现在啊 对它修改的呢 不是它的这个position 0这个属性 我们修改的 仍然是position position这个值 我们这样改了之后 我们再来把它的initia 再来试制一下 set for selected 好了 现在呢 再回复到最初的时候 似乎它们都 到了最初 但是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说 我们不掌握其他的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 来使它 缓到最初 但是我们这里呢 注意到我们只改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它的 position position 初始的position 但是对于它的这个velocity 它初始状态的velocity 它每一个点呢 它的速度呢 我们确实保 是在外面那个数值呢 没有和它最初那个数值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那么要想回复到最初 我们还是使用一些脚本 使用一些脚本去清除 它的这个属性 它这个属性中间的 那个以zero为结尾的 那个position zero velocity zero 那么这个 这个使用一些脚本去做 那么这个脚本呢 我也为大家所提供了 那么就在这个 mel 1.0的simulation 我们到这里有一个 remove initial states 我们只要点击一下 remove initial states 那么这个脚本实际上 它执行的就是什么呢 执行的就是将这个 它的属性中间的那些 以zero为结尾的 这个position zero velocity zero velocity acceleration zero 将它们的这些数值 呢清除掉 这才是真正的 这个initial states set 这些set for selected or set for all dynamic 这个命令的反向命令 那么这个MAR本身呢 是不提供的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这个使用者自己 定制的一个脚本 remove initial selected 选择了执行这个命令 之后我们就可以 清除它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 create emitter的创建的一些 创建的这样一些选项 那么这些选项呢 看上去很多 有些还是灰色的 其实这个 这些选项啊 可以在我们创建的时候 去修改它 如果你 其实我觉得呢 这里完全可以不做任何设置 除了这个基础的 基本的设置 你可以 可以稍微设置一下之外 我们都可以在创建之后 去修改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 create 这个emitter 这个选项中间 下面有 owning direction owning 这有三项 那么到 create from object 这中间呢 有 1234 1234啊 有四项 那么我们一旦创建了之后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创建 我们选择这个emitter 我们打开 它的这个 属性编辑面 我们可以看到 把所有的都包括进来了 direction owning surface 和 carl 和volume 那么在 我们可以创建之后 再去修改它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 首先是emitter 本身是 有一个transform节点 它本身可以位置 缩放 shape 本身是有 本身可以 可以空间的位置 可以 可以修改 可以去做动画 这样子 所以它本身 第一个是transform attribute 它的 位置的属性 那么这和常规的是 一样的 我们就不做讲解了 我们看这个basic emitter attribute 就是基本的这样 一些发射的属性 第一项是allian 也就是从一个点 一个点状的 向四面八方发射 那么我们可以改成 directional directional 它就是一个方向 当我们改成directional 的时候 到这下面 这个distance 和directional attribute 下面呢 就有灰色 变量 我们在这个 allian allian的时候呢 它这个方向 是灰色的 也就是不可选 因为它没有意义 到directional 的时候 就开始有方向 你看到它的初始状态 下没有更新 我们回复到这一处 我们再来播放 关掉这个grid 关掉网格 播放 看这个例子呢 从 x的正方向 向x的正方向 的发射 选择这个emitter 我们到它的这个direction x 我们看到x为1 我们把它改成0 我们把y的方向 改成1 我们在发射的时候 它将向y的方向 去发射 这是 这是directional 也可以改成像surface 但是此时呢 我们改成surface 它将不会有任何的例子产生 因为这个不符合surface 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说surface 实际上是什么 surface 我们中间需要一个 geocollector的节点 才能够工作 我们选择 选择它 然后使用emitterfromobject 这样我们使用这个surface 那么这样呢 才可以从这个surface 上面发射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 这个 这个sphere 这个发射 发射器和这个物体的 物体的形体之间呢 它有一个geoconnector的连接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连接 它才能够从这个sphere上面呢 发射出粒子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geoconnector 那么这个呢 它 这个是我们是直接产生的一个粒子 它没有一个geoconnector 它没有产生 而我们仅仅在这里简单的把它切换成为sphere呢 它并不能工作 并不能工作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非得要需要这个emitter1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如果非得需要这个emitter1去发射的话 我们可以手工创建geoconnector 然后把它做一下连接 它同样是工作 我们现在先删除掉它 选择这个emitter 也就是说在这两项 一个sphere 一个xcurl 这两种呢 是我们直接在这样子把它切换 它是不工作的 那么这两种呢 我们选择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sphere surface呢 是从一个表面 一个表面去发射 ecal呢 是从一条直线 一条curl Levis线来发射 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再选择volume volume呢 是一个从一个体积发射 这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我们要专门来讲解 我们现在还回到这个directional 回到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下面的属性 rate 是每秒钟发射多少个粒子 这是particles second per second 限制缺少是100 比方说我们改成1 那么每秒钟呢 现在每秒钟将发射一个粒子 你看 走到 每秒钟按照我们这个 时间栏上所设置的 比方说我们当前是多少帧 我们在这里 setting 好 我们现在采用电影的24帧的时候 那么就在每24帧的时候 刚过了一秒 发射了一个粒子 你看 到第24的时候发射了一个粒子 到第48的时候 我们会发射第二个粒子 这就是rate 改成它的缺少是100 缺少是100 缺少是100 那么这是下面这是灰的呢 这个是下面这些地方灰的呢 说明它现在是不能用的 那么这些是使用在什么呢 使用在于surface和curl的两种方式 那么他们就会由curl变为可用 那么暂时我们就不讲了 到下面这是 circular emission 那么这就叫做循环 循环 比方说我们换到一个allin 这样比较直观一些 看这个粒子呢 发射是带有一个随机的 随机的从一个点上面向四方发射 我们把它改成frame 缺少的是long 也就是说随机的 如果我们改成frame 改成frame 下面缺少的是1 这是什么含义呢 发射我们看到 这个粒子非常的规则 非常的规则 非常规则 也就是说每一帧 每隔一帧 每一帧往前走 一帧是最小的单位了 就是往后走的时候 它们发射的这个位置 发射的位置呢 是保持相同的 你看我们如果说是long的情况下 我们看 第一帧 假如我们这里呢 它非常的快速 我们不大看得出来 我们到第一帧 我们到 我们把这个播放 我们选择为2 也就是说最多两帧的时候 并且把这个改为 once 只放一次 once 回到最初 不放 好 现在到第二帧 到第二帧 我们到这个 把它放大看一下 你看从这个地方呢 发射出来了 1234 发射了四个粒子 说我们到底 三 再往前发射 往前呢 又随机 从一些地方呢 又产生一些粒子 我们到第四 再往后走一个 它又又随机呢 产生一些粒子 如果说我们改成frame 也就是说每一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帧 一帧到第二帧的时候呢 它是从某些地方产生的 你看它每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放大 你看它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随机啊 我们改成note的时候 它是随机嘛 现在这个随机呢 被取消掉了 也就是说它每天的发射是一样的 至于说发射出多少个呢 这个和这个rate有关系 也就是说 它需要每秒钟发射出 发射出100个粒子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24帧 那么就是说是100除以24 100除以24 那么它就需要发射 四个多 四个接近是五个 四到五个之间 所以它发射了四个 四个粒子 如果我们是帕尔质的25个的话 更好算一些 那么每帧呢 就发射四个粒子 每一帧就发射四个 现在是四个多 所以另外一个呢 可能我们没大看见 零点几个 没看见 所以这是 我们现在当前是100 所以每秒钟发射四个粒子 所以它有四根线 有四根线 不过这里你看到有 一二三四 还有还有几个什么线呢 半个粒子的状态 所以就是很小的 这样子的 一根像一根虚线一样的 实际上它当然不是虚线的 只不过说它像 它总是没两 比方说这里应该是 每两帧才发射一个粒子 它所以它的这个 在这一点上面呢 它的这个密度呢 就比较小一些 可能不是两帧 我们可以算一下看 我们除一下 看到底是多少 看这里 理解一下 如果我们当前把它改成25 那么就是准确的 是四个像这样子的连续的线 如果是24 我们每帧播放24帧的话 是电影格式的话 那么其中有一帧 有一帧呢 就是每一帧呢 它不能够发射出一个粒子 需要若干针之后才能发射一个粒子 所以这里就比较虚一些 所以通过这个虚线 我们能够理解它的含义 那么这个 改成这个frame cycle这种方式呢 其实可以能够帮助我们 制作一些很有趣的效果 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把它 如果说我们是改成是 把这下面这个循环值改大的话 你看它有一些 在若干针 循环 我们把这个改成1 这为了说明刚才的那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做一下 我们把这个 把它的emitter 我们把它改少 把它改少 我们可以看到从里面 发射出来的粒子呢 将会变少 你看它只有一个 为什么呢 我们改成24 比如说我们改成24 改成24 也就是说这里现在是准确的 每帧呢就是一个粒子 我们改成48 因为我们是电影格式 改成48 那么应该就是两个 改成96 可以看到是四个 那么这个含义我们就 比较清楚的理解它 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个值除以我们的这个帧速率24 每秒钟多少个 那么它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下面这是1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了它为什么是四根线 这个道理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改的比较多一些 发射出这么多的例子 那么再往下面走这个值 有是mean distance和max distance 是什么含义呢 它现在我们的这个缺省啊 它发射这个例子都是从它的这个远点 这个点的地方发射出来的 如果把mean distance我们改大 我们把这下面值能也增大 比方我们增大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值 一个好理解的值 比方说我们改为10 我们把最大呢也改为10 再发射 这个看不见 这个不对啊 下面也应该改成为10 这样我们这个看见了 它从这个10的位置 我们打开这个grid 到顶上去看一下 那么从这里呢 有一个10的位置 从这里到这里一个距离 是10的位置 这是空间 空间的距离啊 空间的距离 空间上面都是10个格子 10个格子的地方才能才产生例子 就第一个例子的产生 都是绕着相隔的10个单位 如果说我们这也少一些 那么它就 它产生第一个例子 就应该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改成2.389 那么从2到2.389到10 这个位置上 它都可以产生最初的例子 这是最小 也就是说它产生的这个值啊 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呢 在一个 它相当于这样子 我们产生一个比 我们一个sphere 这个sphere它的半径是2.389 我们再产生第二个 这个的半径呢 是10 那么在这个两个与球体中间的这个位置 它可以随机产生这个例子 看下这是min distance和max distance 我们再创建一个sphere 我们刚才是给它的是 radio 我们给上一个3 并且这个imiter 我们也弄一个比较好的值 一个比较简单的值吧 一个3 这里 这样 它就从这个 这只是我是把值输成一样的 它们就 它们就能够 恰好重合的 从这个面的表面上发出 这是直线向外发出 因为它在向外发射的过程 此时呢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 没有任何的作用力去对它 所以它是直线的 我们选择这个例子 我们给它一个场 比方说我们给它一个tubulence场 那它产生之后 它就 有一个tubulence 向外发射 我们再将 imiter呢 再大一些 发射出更多的例子 它就在中间呢 是没有例子的 边上有例子 我们现在 也可以将这个particle 改成另外一种渲染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一个blobby surface 一个软件渲染的形态 向外发射 所以我们将它的材质 像这种软件渲染的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particleclone的 这个呢 它缺身已经付给它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改 我们可以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新创建一个particleclone的 然后指定给我们的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缺省的 它现在缺省是这种颜色 我们对这个颜色也比较满意 我们把它的 把这个缺省的这个物体的 这个颜色 也把它改一下 把这个颜色我们把它存起来 但我们修改这个缺省的是不够好的 我们还是创建一个 制定给它 并且都给它做一个glow 做上一个灰光 做上一点灰光 在这个particleclone的1呢 也加上一点灰光 我们使用softwarerendering 外面这个没有指定给它 我们需要将这一个材质 指定给它 如果说是particleclone的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渲染形态上面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clone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它的这个particleclone的这个材质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另外一种渲染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同一种材质 都指定给这两个 我们可以rendering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从一个球体发射出 发出出这样子的粒子 这个imiter 觉得它的这个速度太慢了 再向下面介绍它这个一些属性 我们向下 这个方向呢 已经三个方向 现在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这个directional directional 所以呢这个就变成灰色的 灰色下面有一个spread spread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还是把它改成这个directional 现在是向外 向外的方向发射 spread我们向改到 0.0.3左右 那么它将向旁边扩散 这个值越大 扩散的越大 这个值越小 扩散的越小 这个值越大 扩散的越大 那么是 这是这个值 如果是1的时候 那么它就在一个平面 180度的一个半球的平面 内扩散 再往下 是speed 是速度 是发射的速度 越大的时候 发射的速度 越快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 它是改成 only 并且加快了速度 但此时加快了速度之后 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这个 找不到我们的场 对它作用 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们使用的是 当前使用的是一个 大小15 并且还有一个 distance 我们可以增大一下 增大一下 增大一下 它本身的速度 如果我们提高了 它本身的速度的话 我们就需要一个 更加强大的这样一个 场 才能够对它有作用 否则的话 它作用力就太小了 这样我们就非常快速地得到一个奇特的景象 我们这个出来的这个例子呢 我们希望它从产生的时候到后面的逐渐变小 当然这些知识呢 我们可以以后逐步地学习 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往下做一下 比如说我们希望它的这个半径呢 逐渐变小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 general particle 我们到radio pp radio pp 我们add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增加呢 我们已经讲过 这个增加不是从无到有增加 而是它本身就具有的 我们现在将它显示出来 它之所以隐藏起来了 一个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界面更加简洁 另外一个呢 也是让这个maya呢 运行的更加快速 因为这个属性越多 它跑起来就越慢 在不起作用的时候 它是将这个属性呢 将它desable掉了 把它不显示出来 现在我们增加了一个radio pp 但我们现在增加了之后呢 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修改 我们在上面点击右键 create a ramp 我们打开这个ramp后面的这个方框 看到particle edge 我们这些都保存不变 又创建一个ramp 它现在创建的一个ramp 这个ramp呢 我们看一下 创建了之后 它在这里有一个array ramp ofout value 你看一下它实际上创建的一个 两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一个ramp 就像我们在渲染中间 我们学到了这个 这个ramp 创建的这个ramp 它其实创建的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创建的是个ramp2 为什么是ramp2 因为它刚才已经给我们创建了一个ramp1 ramp1 毕竟是下面是白 上面是黑的这样一个ramp1 那么这个ramp1呢 它另外它还有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在学习渲染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节点 我们一般都不去 都没有讲的 就是particle 有一个array 有一个array mapper array mapper 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它在这里呢 已经给我们创建了一个array mapper的工具 那么我们在这里 选择这个例子 我们到这里 有editarray mapper editarray mapper 那么这个有0到1这样一个属性 实际上是这个呢 是它和那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它改变的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我们的这个ramp的 有一个0到1这个值的范围 重新再把它缩放一下 重新再缩放一下 也就是它并不是这个v值 不是它这个uvmap的这个v值 就是说和那个有点不一样 我们到这里 我们选择它 现在它的v值是有什么决定的 我们刚才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选项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选项 它的这个v的方向呢 是它的age 就是它的生命期 也在生命期 我们看一下打开这个ramp 在生命期的0的时候 它取值是这个 然后生命期的最结束的时候 是这个 现在它的生命期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这个 我们对它设置了这个之后 它现在的 它的生命状态 已经自动的给我们切换到了一个 constance 本来呢它是live forever 刚才我们在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之前呢 那是我们新创建一个imitar 我们创建这个imitar 并且它发射了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刚才发射这个例子 发射这个例子呢 它缺少是live 就是永远生存的 一旦我们给它创建一个 创建 我们增加一个radio pp 增加这个radio pp的时候呢 它即自动将这个例子的 这个live model 我们增加radio pp 此时没有其作用 但我们创建一个create ramp 并且后面使用这个particle age的时候 我们这一修改 一增加这个之后 它即自动的把它变成一个生命周期呢 是个有限的生命周期 如果它还是无限的生命周期呢 那么就会使得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个ramp 将不再起任何意义 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做能力上无限的 它怎么会逐渐变 变小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啊 刚才呢 我们是给它增加一个radio 就是它的这个半径 它半径逐渐变小 如果它是无限生存的话 它肯定不能变小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含义 现在它自动呢 把它的这个变成了这个 一分钟 也就是一秒钟 也在一秒钟之内就死掉 回到0 是这样的 这是constance一秒钟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长一点 三秒钟 三秒钟 我们在这三秒钟的时间里 它向外发射 并且它的这个半径呢 逐渐变小 因为我们这个ramp呢 它是 下面是百 是1 最初的时候呢 刚出生的时候呢 是1 你可以反过来 那么在刚出生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半径呢 就是0 到后来就逐渐变大 到死亡的时候就逐渐变大 这就反过来了 也可以增加中间的按钮 中间再增加一个 让它有一个波折 或者其他的变化 这是都可以的 单一般我们使用这个 那么这是最大是1 在上一节我们也说 希望它的这个最初生的时候呢 它这个 现在它是1 然后到死亡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0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V值呢 它实际上取的就是这个V值 我们把这个V值 我们把它改成2 那看这里变得更加的白 那么它出生的时候 半径就是2 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好 我们还是把它回到1 还是回到了1 回到1 对于这个例子而言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array mapper 我们打开它这个属性的 min max属性 这个最大的 我们改成2 就和我们刚才这里 把颜色直接改为2 更加好一些 更加直观一些 这样我们 就这个ramp 我们的这个变化 就不至于过分的这个 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 最小0到黑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在这里 我们如果想 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在这里 做更多的这样一个 调节的时候呢 能够方便我们观察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去 直接去使用 把这里的V值改高 虽然说 我们在学习渲染的时候 我们我也给大家提到 在这里的 不要受它这个 最大为1的这个限制 我们突破它这个 一直有时候 可以取到一些 出乎我们意料的 一些效果 那么但是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 使用它这个 它这个值 这个最大的值 现在把它换用 那么这是 我们还希望能够 对它增加另外一个效果 比方说我们可以给它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给它 拉住它 不让它变化 比方我们给它一个 Drag 一个拉叶 并且我们把它的这个 改成Sphere 也就是它的 它的作用范围 我们改成一个Sphere 把这个Sphere扩大 让我们扩大到 扩大到这个 这个范围 扩大这个范围 但此时我们看到 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把它的值 变大 同时我们把它 把它改成 那么它就把它 限制在这个 里面了 一旦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 这个球之外 才会起作用 在这个球之外 才会起作用 那么 在里面就不起作用了 那么像这样一些 场的这些含义呢 我们以后还会 专门的讲解 在这里我就 简单的做一下 简单的做一下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 生成一个奇特的效果 我们再来 接下来讲这个 把这个emitter的属性 我们继续往下讲解 Speed Random 就是发射的时候 它这个速度 初始的这个速度 它是有一个Random值 就是随机值 现在随机值是0 就是初始值呢 都是10 然后呢 一个随机值0 那么它每个粒子的速度呢 都是10 都是比方说 我们现在选择 不过现在呢 我们的粒子呢 发射呢 有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 删除掉这些场 把它这些场 删除掉 把Turbulence也删除掉 再回到最初 那么这些粒子 选择它们 选择一些粒子 然后使用 Component 你可以看一下velocity 那么这个velocity xyz 那么有这样一些值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velocity 他们这个velocity 有 我们看x0.666 y的方向 对一个粒子而言 比方说particle2 particle2这么多 这么多 这个值呢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值 它的平方 再加上它的平方 再加上它的平方 三个值的平方和 然后再开一个方 恰好就等于1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 我们使用一个计算器 使用一个计算器 计算器0.666 它乘以0.666 是这样一个值 然后第二个值呢 我们乘一个方式 第三个值我们乘一下 把这三个值之和加起来呢 就是100 100 然后再开方一下呢 就是10 也就是说它最终的速度 最终的速度呢 就是10 那么这个是一个xyz 它一个它的速度是10 但是它又分为三个方向 xy轴三个方向 它们含义 最后又如何合起来的 就是这个含义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粒子 比方说我们把这些粒子呢 全部都让它在x轴的方向去发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粒子方向 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 directional directional并且方向都是y 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 我们找一下 那么它这个spread呢 spread也关掉 它的指向y的方向去发射 我们再来选择 选择它打开componenteditor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velocity velocity y是10 都是10 准确的10 那么这个含义我们就理解了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limiter 到olian 这个speedrandom 它和这个 我们如果把这个值修改一下 那么它发射的时候呢 它这个速度呢 将是不再是10了 那么它是在一个怎样的范围内 发生变化呢 我们还是将这个关掉 并且把它改成directional 现在粒子都向一个方向发射 但是呢 有和刚才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给了它一个random值 比方说我们给它一个3的random值 3的random值 我们再来选择这些粒子 我们来使用componenteditor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velocity 同样它们在x和z的方向是没有的 只有y的方向 我们看到有 有一个值 发生 发生 就不再是均匀的10了 我们看到有11的10的9的8的 那么这些值 它是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 发生变化呢 我来画一张图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图 这个值 比方说这个值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值 比如说它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10 也就是在我们这里的一个speed值 这个speed 比方说我们开始是10 那个speedrandom 它是在哪个位置呢 比方说我们speedrandom是11个值 比方说这是我们的speedrandom值 那么它就以 这是我们的起始点 比方说这是我们的起始点 这个 像这边走x轴方向的 那么在这个端点的方向 端点的方向 向这里扩展一下 向这里扩展一下 那么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这个random 就是随机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的是3 那么最终的这个speed的变化 将是在这个范围里 范围里 也就是 这边就是1.5 这边也有个1.5 合起来是3 那么最终呢 它的速度呢 就是10减去1.5 也就是8.5 然后这边呢 10加上1.5就是11.5 最终呢 它就是8.5到 11.5之间变化 你再看它这个 component的dita 那么这个值 它永远都在11.5和8.5之间变化 最小不会到 最小不会到8.5 最大不会到11.5 那么像这样的含义 就是有这种表现的 前面一个值 后面加个random的 这样表现的 Maya中间的算法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都理解这个值 那么就在末尾的地方 一个 减掉一个 这个random的1.5 然后加上一个random的1.5 减一个1.5 加一个1.5 在这个范围里变化 像它的寿命 我们到这个particle 到particle shape 节点 现在当前使用的 这个level span的 这个方式是 所有的粒子 都是生存为三秒钟 我们看到下面 有一个level random 比方说我们改成 random range 那么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和刚才的 那个是相同的 比方说生存 每个基础值呢 生存三秒钟 然后呢 它随机 比如说我们给它 随机一个1 那么最后最终呢 3和1 那么最终呢 它这个是多少呢 就是3减掉 1除以2 就是0.5 那么就是 3减去0.5 就是2.5 然后再呢 3加上0.5 就是3.5 那么最终呢 它的这个生命期的范围 就是2.5到3.5中间 那个变化的幅度是1 也就是这下面的 是变化的幅度 和这个emitter 这个speedrandom的 也是一样的 变化的幅度呢 是1 我们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把这个 喷射的粒子的这个数量减少 并且把这个值呢 修改到一个比较 修改到一个 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应该修改到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最特殊呢 我们把它修改到20 把这里修改到20 修改到20 但是也就是说 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范围 它恰好呢 到这里 这外面我画不出去啊 画不出去 我这个图太小了 我们把这个图像 把它的 cloud size 向右边扩展 比如说到14 15 右边我们把它扩展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 我就可以继续画 画下去了 画到这里 好 那么这个范围 从这里到这里呢 它是 从这里到这里呢 整个范围呢 是20 那么这算一下呢 算一下呢 就是 10减去20的一半 恰好是0 然后在这10 加上20的一半 恰好是20 这是一个特殊的 我们再来发射 我们一看到 有些粒子在这里呢 应该产生一些粒子啊 是0 是0 这样不太看得清楚 我们把这个spread spread 打大一些 spread 例子稍微多一点 把这个 我这个例子呢 为什么还看不清楚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这个friend呢 friend呢 我们还是打开它的随机 你想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产生一些粒子 有些粒子呢 它的速度就非常的慢 有些粒子呢 它真的是0 比方说我们把 它的生命周期改为 Live forever 永远生存 那么那些速度为0的粒子 它也能够始终保持它 为0 那么这里有些粒子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不动的 就能看到一些不动的粒子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不动的粒子 恰好呢 有 有 出使状态为0的粒子 那么这个通过这样一些 我们就能够理解 它这个random是什么 什么含义 它在这里有一个 一个speed random 那么下面还有 tangent speed和loma speed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此时呢 它是灰色的 这个是适合于什么呢 是我们在这个发射的状态 是选择surface的时候 那么这个面 让我们选择一个球体 我们把这个球体 如果我们把这个球体 作为发射 选择这个球体 然后使用 emit from object 并且要把它这个 改成surface的时候 那么它将从这个粒子 表面发射出粒子 那么从这个粒子的表面 发射出粒子呢 它这个发射器 它是发线方向的速度 和切线方向的速度 对这个球而言 不是太 也许还不是最好的例子 我们来给一个 创建一个这样子 创建一个面 loft 使用这个loft的面 来emit from object 并且把发射的类型 改成surface 看一下 它从上面发射出粒子 它的发现方向 在这个方向 可以看到 发现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 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我们看从这里 发现方向上发射 那么 还有一个切线 每一个 发现这个线上 每一点呢 都有一个切线的方向 那么切线的速度为多少呢 切线速度呢 现在是 当为surface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现在tangent speed为0 然后发现方向是1 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 如果都为0的时候 没有粒子产生 产生粒子 但是呢 都在这个 都这个物体之上 它不会 不会跑出去 它粒子产生的 没有跑出去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为 把它改成为1 那么在切线方向跑 可以看到粒子 它沿着原来的这个面 当然发射 也可以出了这个面 冲出去 那么这是 Loma speed和tangent speed 当我们学习到这个 surface发射的时候 这个参数也是很有用处的 那么下面还有 Volume emit 那么就发射的时候 还有一种方式 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重要 叫Volume发射 我们使用 Imit 发射 你看 这是我们最缺省的 这个发射方式 就从一个点 无限小的点 发射出来 如果说我们希望 它这个发射的时候 不是从一个单独的 一个点去发射 而是从一个区域上去发射 不要这样子 老从一个点上去发射 我们要模拟很多的东西 它们都不是从一个点上去发射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水龙头发射 实际上这个水龙头的发射 它就是一个管子 应该是有一个面积的 有一个截面积的 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点 那么这种时候 我们刚才也学过了 min distance和max distance 这个能够让我们的粒子 发射的时候 不从一个点 而是从一个空间 它在一产生的时候 现在这个 它的状态是 渲染状态是点 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我们还是经常的使用这个 sphere 0.1 这样我们能够比较看得清楚一些 发射 那么这个粒子呢 现在是从一个球 看到从这个球上产生 那么这是玛雅类质的一个 让我们产生 发射的时候 不从一个点 改成directional 这些spread 有一个spread的值 它发射的时候 发射的时候 就不再是一个点 那么这种呢 就是 好像产生的时候啊 它就不再一个点了 那么 如果我们把这个发射的时候 我们改成volume 再看 那么 这是我们产生一个发射的力 就是说产生一个 从一个 一个面积上发射 或者一个体积上发射的 一个方法 和我们刚才 mean distance不一样 但事实上 我们要把它的 内部计算方法 理解成为相同的 它事实上 内部的计算方法 也确实是相同的 过一会儿 我还会再讲解到 其他的 讲解到这个粒子的 初始状态 position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 表达式 或其他的 一个参数 或一个东西 我们来控制 它这个初始的position 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类似于这样 使用volume 发射的一些 发射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是相同的 现在它这个volume 发射的时候 现在是一个 cube 一个方形的 从一个cube 发生 我们改成sphere 那么它就从一个 发射的 从一个sphere 从这个sphere 一个球体 内发射 这个sphere 这个球体本身 就像一个 一般的球体一样 可以修改 让它只有一个 一部分 180的时候 是一个半球 360 是一个完整的球 在发射的时候 还有一个偏移值 所以我们给它 一个z的方向 一个偏移值 看不见 因为这个 非常的远 偏移值 1.5 那么这个 和这个圆点的 中间有一个 1.5的偏移值 这是volume offset 像外的方向 外的方向 也可以有一个 偏移值 1.5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这个torrent 那么下面这个 sectionradio 就有意义了 那么这些值呢 就是相当的直观 我们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就可以理解了 cube 是一个cube的方式 Cylinder 圆柱体 圆柱体的发射 那么这个发射 我们可以看 像这个圆柱体的发射呢 你看它的发射方向 是什么 是沿着这个 这个圆柱体的 圆周方向 向外发射的 那么这个是 有什么控制呢 我们看 away from access 就是它的轴线 方向呢 是轴线方向 我们把轴线方向 理解成为它这个 轴心的方向 那么away 就从这个轴心方向 向外逃 那么它为1 就是向 这个圆周的 这个方向 向外 散射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0 那么现在它的速度 为0了 因为它的这个速度 此时呢 它这个发射的这个速度呢 不受这个 不受这个speed控制 而由这个 这下面这个速度控制 也就是当volume发射的时候 我们发射的状态 改成volume的时候 和这个 directional 和这个 only surface carl 和这些不一样 它的这个速度控制 将由这个 volume speed 来控制 因为它的这个控制呢 多了几项 它的方向呢 一个是轴线方向 和远离轴线的方向 around的轴线方向 它有这么一些方向 有三个 那么原来的这个speed 原来这个speed 就变为灰的 就不再起作用 现在我们把它这个 alume axial 改成1 那么它沿着这个 沿着轴线方向为1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的发射 是现在你看到的 这种发射 比如说我们发射烟 发射水 水龙头的 发射的水 它不应该像一个点状的 从一个点状出来 而是像现在 你所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volume 发射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非常常用的 我们再把它改成0 把这个around 是非要 我们改大 只要大于1 比方说大于0 比方大于1 那么它将旋转 在旋转的方向去发射 再看randon direction randon direction 我们这里 很好理解了 它就是方向 有一个随机 而且它这个算法呢 它的真正最后的 这个算法 和我们刚才学到 这个speed randon 这些都是相似的 还有directional speed 那么这个directional speed 它是一个增益值 对原值 有一个 那么这个directional speed 它这个增益值 是结合了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有的 around axis 另外我们再看 这上面还有方向性 xyz 还有一个方向 我们x方向 还有一个e 那么这个e 那么将directional speed 它将同时也将起作用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x轴的方向 当我们增大这个值的时候 它同时能够在x方向上去运动 那么这是像这样一些值 我们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就能明白 因为它是相当的直观 scale speed by size 我们缺少的这个值呢 是不勾选的 如果我们勾选上 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对它进行缩放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这个速度 对它是否有影响 display speed display speed是什么含义呢 因为我们现在取消掉 display speed 我们显示 看到这里有一根线 有一根虚线 一个旋转的方向和一个这样子的方向 两个方向 那么它能够用一种直观的方式 把它的速度的方向给你显示出来 这是辅助的 那么这是 volume speed的显示方式 后面还有text emit attributes 这个呢 是发射的时候 发射的速率 我们可以用一些 用一个贴图去控制 那我们下一节 就要来讲 这两个参数 我们来创建一条曲线 创建了一根线 这根线隐藏了起来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有几个点 我们是使用的一个 EPTools创建了 所以它有四个点 四个点 我们把这个点呢 稍微的rebuild一下 变得更加多一些 变成12个点 rebuild 现在更多的点 选择这个线 particle emit from objects 看一下 那么它发射 现在当前的这个发射 emitter呢 是使用的是 olume 看一下 它实际上呢 是从这个 它的 contrapoint contravertex 从它这个顶点 控制顶点上发射出来的 我们把它的发射的 改为directional 我们看一下 但directional的时候 也同样的是从 从这个顶点上发射出来的 现在 它们是向X轴的 正方向去发射 并且没有一个 扩散值 没有一个spread的值 所以非常整齐规矩的 向这边发射 如果我们给上一个值的时候 每一个发射点 都向外扩散 那么这个实际上它是从一个 顶点上去发射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 emitter 把它改成carl 那么它就不再是从这个顶点上发射的 而是从线上的 均匀的任何一个位置发射的 方向是X方向 因为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X方向 我们现在把它还是改成 oni 因为我们选择我们的曲线 给它一个简单的动画 我们给它做一个摇摆旋转的动画 是扰着外轴 外轴 我们给它一个expression 一个简单的expression rotate y 等于sine 给它一个tine 那么它将随着这个时间做sine sine值 它就能够左右摇摆 但是这个sine这个值它输出是0到1之间的 对我们这个旋转来说太小了 所以我们要扩大一下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 我们扩大45 create rotate rotate y 我们错了 把这个expression delete 我们做错了物体 我们把这个particle 我们到carl carl上 来做这个expression 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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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frame frame frame和tine的区别是大小不一样 它们相差 24倍 24倍 在我们这些使用电影制式的时候是24倍 create 好 现在 他们绕着y的方向旋转 它在发射的时候 把这个发射的粒子呢数量减少一些 但是这个旋转我们觉得慢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们希望它变快一些 变快一些 我们在这个sine中间乘以10 我们把它变快10倍 edit 注意要我们这个乘是在括号里面的 是datetime乘的 也就是sine值本身发生的速度 变化 可以看一下 现在它的这个明显边快 如果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幅度不够大 我们可以改后面的 我们改成90 那么它将在90度的范围内 太快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 从一个线上发射粒子 我们将粒子的数量增大 并且将粒子的寿命做一下限制 我们找到它的这个粒子的寿命 这LowSpan LowForever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random 现在给它一个两秒钟 并且给它一个一秒钟 那么它就时间就在0.5秒到1.5秒中间 它的寿命周期 我们选择这个emitter 选择这个curve 然后使用这个particle particle tools particle 下面有perpoint emission rate perpoint emission rate 它是什么含义呢 你先看一下这个emitter选择 这个emitter之后 我们到它这个basic emit attributes 在这个rate下面有三个灰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个useperpoint rate 那么这个呢 现在是灰色的 那么我们怎样将这个灰色的东西激活呢 怎样将它激活呢 我们改成其他的方式也并不能将它激活 我们换成其他的方式也不能将它激活 那我们选择它之后 我们使用perpoint rate 那么刚才我们执行了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选择一下 让它这个属性边界面板更新一下 你看这里呢 就激活了 并且被勾选了 那么勾选了之后 看一下此时呢 还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修改 但我们再看选择这个曲线 选择这个曲线 打开它的这个channel box 我们看到这个channel box下面 在shave下面增加了这样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重新再做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增加了这样几个emitter1rate emitter1rate PP12345一直到12 你看到这里呢 总共是12 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顶点 是我们的这些控制点 控制点总共有12个点 因为我们rebuild为10段 那么加上前后两个就是12个顶点 那么它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 我们就可以使用 每一个顶点的发射率将可以修改 变为不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它的编号 这个呢 应该是 我们选择这个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channel 0 就是0号点 它是从 从这下面开始算起的 我们选择上面这个 那么打开 这个scripted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选择的是12 12号点 从这下面往上数的 我们把下面的这些 我们改成0 再来看 那发射呢 它将下面这里呢 不再发射粒子 因为它的发射的效率 速率为0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 把它改成 3 改成7 改成80 79 这里随意随意的改一下 随意改一下 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均匀的了 发射的就不一样 这里是每一个发射 还是继续在这里改成 更多一些 100 我们把这个rate 改一下看 你看这里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把总体把它改掉 看到 它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 它的最终的这个发射的呢 是由这个 这下面这些 pareobjects meet 来 来控制的 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觉得它的这个 太活跃了 你希望它变得懒惰一些 我们可以 因为我要 做出这样一个 一个仪器版的 这样一个扫描 扫描的这样一个图像的话 希望它能够变得 更加懒惰一些 我们可以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把它的寿命 把它的寿命继续缩短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这个concel属性 concel来降低一些 那么这些例子呢 发射之后啊 你就 似乎留在原地 就不会变得很多 然后消失 最后的 render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 继续缩短它的 说明 可以把它改成 multipoint 我们觉得例子不够多的时候 刚才我们 再去 这样去控差例子 我们觉得麻烦 我们可以 可以增大 它的这个例子的数量 可以把它改成 multipoint multipoint 每个例子 由原来的一个变成十个 如果你还可以 觉得不够多 也可以增加的更多 对于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给它 一个颜色 整个物体 给予相同的颜色 我们增加这个 color之后 在这里增加rgb 颜色 我们把green 改成1 那么它将是 green改成1 它将是一个 看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打开color accumulate 你就切换到5的显示 那么这个就能显示出 绿色的 我们在render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 切换到这个 maya hardwell rendering 我们使用rendering tops 我们渲染 tops 是图 这是使用 硬件渲染器来渲染 我们也可以使用 rendering hardwell buffer 来渲染 hardwell buffer 如果我们需要渲染出 这个 运动模糊的效果 我们可以打开 multipath rendering multipath 它将渲染出非常好的 这个运动模糊的效果 那么在硬件渲染器中间也是相同的 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推荐是使用 hardwell rendering 因为它逐渐将取代这个 老的hardwell rendering buffer 也可以打开 也可以打开 打开运动模糊 关于这个渲染呢 我们在以后还将深入的学习 好 好